在高雄巨蛋附近 有一家很特別的店 光看一樓擺設 充滿禪風的裝飾品及裝潢 會讓人以為這裡是藝廊 但一往二樓移動 作無虛擬的盛況 加上濃郁的香氣撲鼻而來 原來這是家火鍋店啊 光聞味道就讓人受不了了 我們馬上歡迎到我們的店長 歡迎San 你好 San你好 可不可以馬上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的火鍋 火鍋的話基本上在我們店裡面 比較有特色的就是有三個鍋底 那在我面前的就是 我們裡面的牛奶鍋 那前方這邊是我們的菇菇鍋 那最有特色的就是我們的麻辣鍋 這個跟外面一般的麻辣鍋 有什麼不一樣 有麻辣鍋是用30多種的中藥 是要去熬煮 然後16個小時而溫成 是會讓你喝起來 很順的一個麻辣鍋 非常費工的一個胖頭 那我來喝看看 OK 很順口耶 很順口 對 它有那種胡椒的香氣 然後微微的辣 好 那我也要來涮肉 涮看看 不要涮太久 不要涮太久 這樣就可以了嗎 是 好好吃 現在你就覺得順順的 然後就是辣住 再一滴滴的那種微甜 然後在嘴巴裡會回甘 加上我們的麻辣鴨血 跟我們的豆腐 麻辣鴨血 是 這個都是我們限量的 來一晚的可能就吃不到了 好好吃 它有帶一點Q勁在 對 Q勁 帶一點那種 好的鴨血才會有那個Q彈的感覺 那這種麵球 我還有看到你剛剛說的這個 對 我只有牛奶鍋 你可以吃看看 是 我以前喝到牛奶鍋 很多就是牛奶味 奶味太重 對 奶味太重 可是你們的這個 它有多了一個 好像奶油還是什麼的香味 我們有加了一些 就是我們有精緻去找 什麼過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奶油 然後跟我們這個牛奶搭配起來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完美的結合 對 因為這個很讓我驚豔 牛奶鍋的傳奇 可是我看到這個是 這是我們店裡面的 也是我們店裡面的招牌 它是我們的手工花枝漿 手工花枝漿 師傅它每天它也是限量的 只有小塊小塊的放下去 對 好 這樣的一個大小吃起來的話 它的整個口感上 是會比較好 我還看得到那個花枝的顏色 好好吃喔 我很喜歡吃現打的那種薑 是 那還會有那種花枝的嚼勁跟口感 而且還有那個花枝的甜味 都有在那個薑裡面 是 難怪你那麼推薦 這個好好吃耶 當然 這是我們的招牌 我覺得在這裡用餐真的很不錯耶 因為你看喔 可以在這種日式殘風 然後這麼優美高雅的環境下 然後用很平易進行的價格 就可以享受到這麼多種精緻的鍋物 而且任君挑選 每一種鍋物都非常地好吃 所以我覺得還等什麼趕快來 而且銅板價趕快加點 這還等什麼 光是這個就值回票價了 當然是 真的 好 今天特別謝謝我們店長Sam 謝謝 謝謝你 謝謝